3月4日,美国国会参议院艰难通过程序性投票,开始讨论拜登提出的1.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。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,无论需要多长时间,参议院都将在本周继续开会以完成这项法案。 民主党提出的1.9万亿美元纾困法案长达628页,其中不包括15美元最低工资,纽约及加州的两项有争议交通工程。 此外,提高了获得现金支票的标准。 美国众院民主党领袖将在3月15日的移民州提出许多移民相关法案,但消息人士透露,拜登总统的全面移民修改法案因为或足够党籍议员支持,没有把握能在众院通过,因此将延到4月再讨论。 也让拜登的移民政策是否能顺利实施变得不明朗。 3月5日,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表声明称,就波音和空客补贴争端问题,欧盟和美国达成一项为期4个月的临时协议。 在协议期间,双方暂停一切由于波音与空客补贴争端而增收的关税。 据新西兰地质与核科学研究所消息,新西兰北岛与北海域5日连续发生三起强烈地震,震级分别为7.1级、7.4级和8.0级。 新西兰民防部门已经发布海啸和地质灾害预警,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。 3月5日,中国最大在线问答社区知乎首次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IPO申请,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,代码为ZH。 瑞信、高盛、摩根大通担任承销商。 招股书显示,知乎2020年总营收为13.52亿,同比增长101.7%。 截至2020年12月31日,知乎累计拥有4310万内容创作者,以贡献3.53亿条内容,其中包括3.15亿个问答。